你不會就是要去後面那邊排隊 沒錯 Go 來 我告訴你 我們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什麼 來 我們只要走200公尺 不僅有冷氣吹有冰池還有座位坐 覺得怎樣要Follow Me Go嗎 聽起來很符合我這種小工作 沒錯 帶我飛 走 帶你飛 Go 欸 姨老師 你來台中這麼多年了 有來過公園雁河吃過冰嗎 身為身在台中的台中人 當然是沒有吃過 你太羞恥了 為什麼 因為就是 你知道他外面就排那種殘殘的隊 你看到就會想說 哼 這群觀光客 然後你就走了 就從來都沒有吃過 那換我問你 你有吃過嗎 沒有 有這個假台中人 因為我告訴你就是真的人太多了 我們真的就是沒有想要跟大家人擠 對 可是這畢竟還是台中觀光的主打 對 我們如果再不吃一下 真的會變成台中不吃 就會直接摟掉 盧秀燕新的政見就是要把我們趕出這個市政 這真的不行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認識一下我們的公園眼科 認識一下就是從建築開始好了 聽說他就是很在古早以前 然後好像就是是一間眼科 對 是一個日本的醫生 然後他就公園先生 建造的 你要知道的這樣就好 對 就這樣就好 你出去如果跟人家說 欸我知道這個就是日本人 他就公園先生 他建的眼科 喔 台中人 哇 好 那我們現在還有什麼要介紹的呢 他的建築很華麗 對 然後他是在民國立 一百年的時候改建 之後就變成這種中西合璧的日式建築 就有點像混血兒的感覺 裡面是那種西式的那種 外面是日式 然後裡面是西式 對 有點就混血兒的感覺 對 英日混血 對 廢話不多說 先去看看吧 走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呢 其實他的餅乾啊 糖果包裝啊 都有特別的精心設計過 像是這個牛軋糖啊 他就是有點像那種書本 或是金書這樣子 然後裡面會有另外的包裝 你吃東西之後啊 其實他外殼的包裝是可以 留給你做收藏 或是像上面那種 他是茶包 但是他做成像 黑膠唱片的方式 可以讓你除了買茶 或是茶完之後呢 還可以在家裡做擺設 我覺得這是他日式集團 一個很用心的地方 好 雅萱剛剛都在裡面不能這麼走 我說 這麼熱的day 我們也該真正的吃到冰了嗎 你不會就是要去後面那邊排隊 沒錯哥喔 來我告訴你 我們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什麼 來我們只要走200公尺 不僅有冷氣 卻有冰汁還有座位坐 覺得怎樣要follow me go嗎 看起來很符合我這種小工作 沒錯 帶我飛 走帶你飛 走 走 走 好的 在經歷非常漫長的排隊時間後 我們選擇了 便宇甘達 鐵觀音 以及醋芒果 對 我們巧克力 茶類跟水果類都各選一個 沒錯 非常的在地 也非常的文青 現在我們就馬上來瞧瞧它的口味怎麼樣 我們先從淺的開始試好了 我們先從茶類 好 茶類 這個紙湯匙真的是 它裡面有茶渣 就是用蒸的茶葉去做 然後裡面有一點茶渣 可以吃吃看 我覺得它茶鮮味很夠 我覺得跟Costone的鐵觀音 跟起來就是更純正的感覺 更茶的感覺 Costone有一點偏南味 對 然後順帶一提 它的這個湯匙是直的 所以相對來說比較環保一點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有嗎? 有啊 比起塑膠的 相對來說環保一點 可是基本上口水這樣甜一甜 它就差不多就是快壞了 所以不用擔心各位我們拿了好多汁 所以基本上環保我們也只做了一半 好 那接下來吃草莓 它是煙燻骨肝打的 它是煙燻骨肝打的 我們選的是80%的 所以就是會有點苦 但是吃起來還是不錯 它是有點苦甜苦甜 然後吃進去之後 就是吞下去之後 還會有點灰燈的感覺 有有有 我覺得有點酒味 它應該不是酒味 是那種煙燻味 你現在是在質疑我嗎 就是有一點煙燻味 想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那個是酒味 它沒有到 就是你想的80%那麼苦 它還是有一點點味帶 很會是招牌 那我們再來試吃土芒果 讓我with蘭姆葡萄一起來一下 欸 土芒果很甜 是真的很像沾上種的那種 可是還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紙湯匙真的非常不方便 它剛剛割到了我的上二嘴唇 它的芒果真的就不像那種愛文那種 就是它吃起來不是愛文那種 你如果有吃過土芒果 是真的那種小小顆的 就是這種味道 我覺得它就是呈現得蠻好 那它剛剛也叫我們挑了三種配料 就一個來試試看 好 我們先試它排名第一的乳酪蛋糕 它乳酪味非常的重 我覺得很好吃 難怪會不會排名在第一 因為它乳酪味很重 就是那種很淡的那種是非常爽的 然後它的蛋糕層 算比較扎實的那種 它咬下去不會像那種海底蛋糕這樣鬆軟鬆軟 是那種比較硬的口感 那我們再來試一下我們的黑泡芙 已經長這樣了 我覺得有點像把奇餅做成這個形狀的樣子 口感比較粉粉一點 有點粉 但不會刻太大顆粒 比較粉 然後裡面有一點堅固 巧克力味蠻重的 然後 葡萄乾就是葡萄乾 我們剛剛有試吃過 如果你吃到就是 你把上面大部分冰淇淋吃完之後 可以試著把那個 餅乾一點搓碎 然後過著冰淇淋吃吃看 好 我覺得其實總結來說 排這麼久 我覺得吃到其實 我覺得算值得 因為它其實一顆都蠻大的 很多人一起來吃其他也不錯 其實還不錯 加分 各位蘭谷同盟都學起來了嗎 如果時間移取 記得到第四季用合作社 吹著冷氣 坐著吃冰 最後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台中的景點 就是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